您是否曾有离婚的念头 但又怕自己是一时的冲动 还是您正在处理离婚 遇到了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 你想离婚但担心对孩子带来伤害吗 欢迎一起来听听看 这堂儿福联盟的离婚亲职规划课 我是儿福联盟同心协力合作家的李慧娟主任 我有16年的家事商谈以及与离婚家庭工作的经验 儿福联盟是一个关心儿哨的非盈利组织 因此我们也关注离婚家庭中的儿哨们 并提供家事商谈协助想离婚或已经离婚的双方 维持合作关系 一同为孩子尽最大的努力 在服务过程中 我们看见许多正准备离婚或已经离婚的家庭 遇到了困境甚至感到压力 夹在中间的孩子也陷入了纠结与痛苦 甚至造成一辈子的伤害阴影 在这堂课里头 我们会透过专业社工团队的实物经验 带您分析问题 梳理情绪 并说明离婚所需的资源 以及法律的资讯 还有告诉你如何和对方一起规划孩子后续的照顾 这堂课会依据离婚的历程分成四个主题 首先我们会带你做离婚前的评估 还有离婚后怎么调试自己 怎么跟对方一起合作照顾孩子 这堂课没有任何的门槛跟限制 只要您遇到婚姻的瓶颈 或已经决定离婚 想知道怎么处理 都可以来听这门课 相信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透过这个课程 你可以学到如何检视自己的婚姻状态 了解离婚过程中 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发生 有哪些资源是可以用来学会跟孩子沟通 而在课程的最后 我们也会陪你产出子女照顾计划书 让你跟对方能够更顺利的 一起合作照顾孩子 你对离婚充满焦虑或困惑吗 请来听听看儿福联盟的离婚规划课 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好好离婚 一起当孩子的父母